新竹新封了垃圾掩埋場 昨天晚上再度發生疑似 沼氣自燃 經過消防人員灌救 在今天凌晨是將火勢給控制了 由於新竹新的垃圾 都是運送到外地的焚化爐處理 一旦焚化爐碎修 垃圾就得先堆置在新封 和竹東的掩埋場 在夏日天氣炎熱的情況之下 就很容易因為沼氣自燃 縣長楊文科表示 新的焚化爐明年底將試營運 希望能夠消化垃圾的佔質量 從空中瞭看 新竹新封的垃圾掩埋場 仍舊有殘火 冒出濃濃白煙 這個掩埋場堆積不少廢棄物 16號晚間再度發生 疑似早氣自燃引發的火警 夜色中遠遠望去 大火不斷竄出熔煙 居民議論紛紛 消防局出動三十多部消防車 近百名消防員連夜灌救 鄰近的新竹市消防局也派員資源 經過整夜灌救 17號凌晨 終於控制火事 不過長火持續燜燒中 由於新竹縣的垃圾 都是運送到新竹市等地的焚化爐處理 一旦焚化爐碎休 垃圾得先堆置在新豐和竹東的垃圾 掩埋場 夏天炎熱 新豐掩埋場很容易 因為早期自燃引發火警 到場瞭解情況的縣長楊文科 指示消防人員持續撲滅殘火 也強調新的焚化爐 明年底將試營運 希望消化垃圾的佔質量 解決垃圾處理問題 避免自然火警再發生 記者陳嘉欣 吳家寶 張君豪 新竹報導